开启东信之旅的全舰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顺利抵达多哈,入住多哈火炬酒店,稍事休息后9点全队前往餐厅用早餐,不过令人意外的是,早早就抵达酒店等候球队到来的所在,却没有敢在第一时间与球队见面。 原来,葡萄牙人在与球员见面前,先要与自己刚刚建立起的外交团队开上一个烹头会,随后以一个完整的团队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。 当然,不间断的长途飞行让索萨也感觉有些疲惫不堪,他也很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自己的球员。 索萨的教练团队集体亮相很多人都知道,索萨是一位脾气火爆,要求近乎呵呵的性格教练,但至少到目前为止,他向人展示的。 只是他的儒雅和风度翩翩,上午九点半左右,球员用过早餐后回房间休息,这时索萨抬成电梯下楼前往餐厅用餐,电梯取取下降时,索萨透过玻璃幕墙,看到专门为他而守在餐厅门口的记者。 葡萄牙人微笑着挥挥手致意,更让人没想到的是,他走出电梯间后静止向记者走来,并热情地递出手掌,你们一定也是一次非常疲劳的旅程吧,大家都辛苦了。 索萨和好体育的记者主动含鲜索萨的这种热情,和主动让记者们很是感动。 当记者预祝他圣诞节快乐时,葡萄牙人露出灿烂的笑容,和圣诞节相比,当然工作更重要了,我们这个赛季比往年提早了许多,工作自然也要干着坐在前面。 我的家人都能理解,这个圣诞节,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工作中度过吧,能和球队在一起过圣诞节,也是相当愉快的经历。 索萨说,他是于今天凌晨一点抵达多哈火炬酒店的,和球队一样,他的这次行程也极不容易。 我是从葡萄牙老家里斯本出发,中途巴赛罗马转机,然后抵达多哈,整个飞行时间长达3个小时。 当然,比起我的队员们,我还要好一些,当记者问他,是否已经和球员见过面时,索萨露出顽皮的笑容,故意整整衣领,我要让自己变得更清晰一些,怎么也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球员们吧。 当然,索萨这么说是有点半开玩笑,事实上在与球员们见面之前,他需要先和自己招募的外教团队见面,然后带领他们一同出现在球队面前,我的团队成员都是非常优秀,非常有经验的专业人士,他们肯定能给球队带来强有力的帮助。 正如索萨而言,此发索萨带来了一个多达11人的外籍教练团队,人员从助教,体能教练,守门员教练,技术分析师道理疗师,覆盖了一支球队的方方面面,近两天,他们也都各自安排行程,来到多哈火炬酒店聚首。 有意思的是,今天清晨球队抵达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在等行李时,恰好失到了其中一人,技术分析师柯西莫,几乎是与球队在同一时间抵达,搭球队行李车一同来到酒店。 珊珊来迟的技术分析师柯西莫说,他在球队中的工作就是分析比赛录像和各种比赛数据,然后做出总结归纳,反馈给教练和球员,从这一专业的角度帮助球队和球员获得提高。 当然,柯西莫在葡萄牙也并非无名之辈,虽然他并非职业球员出身,但在技战术分析领域中可是专家级别,之前他曾为佛罗伦大工作过,但当时紫柏和的主帅并非是索萨, 他与索萨的合作是在两年前,那段愉快默契的工作时光让两人彼此非常信任,对于此次全剑之行。 柯西莫说,我之前从没去过中国,不过对中国的足球有很多了解,因为中国足球这两年进步速度很快,这次索萨邀请我一同前来全剑工作,我感到很荣幸,之前我看过球队的比赛录像,觉得这是一支非常年轻,非常有天赋的球队,去年他们还是打中国二级联赛, 现在马上就要打压惯了,索萨是一名杰出的教练,我相信在他的指导下,球队会获得更大的进步。